我觉得当我们跟他们连线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的表达 跟那个微博上你看到的表达 是完全不一样 我也有这种感觉 是哪个更真实呢 要我觉得都真实 我觉得这些人是表现了他们内心的喜悦 那些人 我觉得他们内心不喜悦 但是从谈吐的内容来说 他们是在谈电影的 而有些人从他们谈吐的内容来说 不看那个电影也能写成那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内心真的是有苦难 或者有一些不爽 想找个东西宣泄一下 就甭管他是干嘛的 卖什么的 不卖什么的 都想说我有权利聊聊你 看着呀 聊别人当然他也不敢聊了 会有危险的事他们都很清楚 聊我为危险 而且拿出一个很大的姿势来 要不装愤怒 要不装这个不屑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 都不是我惹了他们 有人把他们给惹成那样 还不敢跟人聊 冲我来吧 那就冲我来吧 但是我觉得这么大岁数 孩子们拿别人撒气 好像不特别讲究 那要说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之所以敢这么说 就是说电影这行业 确实有一点麻烦 你要敢说你就玩艺术 他马上就说 好 你花人钱 你不管人家老板的死活 且不说这个人 平常多么恨老板 平常多么跟老板不是一头的 你要说你 我就为老板挣钱 好 你这个人是钻钱眼里了 你 俗气 俗气 怎么你都可以不对 所以他能 而且我骂你呢 我没什么风险 对吧 能怎么着 你就有点名呗 对 孙永远我也可以骂你 是吧 你就有点名 但是孙永远比我厉害 我刚才查一下团队 任何一个小团队 都在70人以上 我们平常也就七八个人 我是直接跟他们对骂 我直接跟他们对骂 你为什么对骂 你有底气啊 不是 你都不出来 你有家伙 小小团 你有家伙 我不用考虑票房嘛 这倒是真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他可以以为 扮你马腿的东西 但是他不知道 其实我们的合作者 不像他们那样想事 包括跟我们合作的投资人 包括我们合作的资本家 也不像他们想事 资本家里也有一些 境界高的人 我所接触的这些投资的 还真不像他们聊电影的这些人 天天聊钱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我还觉得 其实他们现在很多的 这个用意和欢乐 在于能用他的嘴 让你的电影变成一个票房不高的 这对我们来说 这是他的快感 但是对他是快感 对我们来说 不是个事 其实你的电影我都看过 那我能不能问问 我心里的这些疑问 好 《让子弹飞》成功了 为什么不拍《让子弹飞2》 一切事一起扎 来者不善 你才是来者 不急 赶他耍耍 上任了 合成 一个妈妈也不能跑 他一全放了你 全都给你 老子就是妈妈 别跟他费话了大哥 要么成 要么死 你给老子跪下 你别逼急我了 有这个理由 所有的子弹都打出去 让子弹飞一会儿 其实我一共就拍了五个电影 这五个电影 我都没打算按照上一个轨迹 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品 就是独立的 顺着走 是容易 但是 缺少了更 根本的 创作的愉快 也使得 我觉得大家观影 有一个最根本的 元素 就是希望看到惊喜 或者意外 所以 我其实对 顺茬做一个 便宜活吧 我们的团队都没那么大的兴趣 我从小就喜欢电影 这个你知道 我总在想 导演 这个行当 他要考虑多少内容 我看现在导演管的事太多了 可能得出去跟着宣传 可能得知道票房的高低 甚至在电影已经供应的过程中 还要参与各种各样的事物 是为了他票房增高或者降低 甚至在选角色 选剧本什么 所有的过程中 导演通常要考虑艺术之外的事情 这个正常吗 全世界都这样吗 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 我确实不能代表别人说 但是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很幸运 我考虑的就是 咱们把一个片子拍得有趣 拍好 我也愿意面对不同的声音 去跟他们交流 我甚至也很愿意跟那些 我觉得批评没关系 这是好的 跟批评的 跟赞扬的 甚至跟恶搞的 我都愿意正面谈一谈 这个电影最早期我们知道的 说姜文导演要拍一部之遥 是根据闫瑞生 根据这个电影来重拍的 这是最早我们听到的消息 闫瑞生这个电影非常有趣 这日子好记 1921年7月1日 是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 因为这个长故事片 他就编了一本电影连环画 叫《闫瑞生谋杀莲姻案》 这是中国的第一本电影连环画 所以你知道这个电影连环画的价值有多高 你有吗 只有我有 古董 你这一张纸 你可以打开 中间的还有吗 就是那大 不舍得给你看过 肯定有是吧 肯定有 看过我来 好 兼聂胜 《闫瑞生谋杀莲姻案》 你没看过是吧 没有 不 你没看过你怎么敢复拍这电影 我不是复拍这电影 严瑞胜 毛沙连映 头一会儿 你看 这里边都是巨照 都是巨照 对 这车还真有点像 你看那车也是在左舵 有人提过它应该是在右边 其实我当时想跟你联系 就是说让你看一遍联合画 虽然它是文物 谁让它是朋友 但是依我对你的了解 看了也没用 这不是给我的 不是 这文物 文物就撂你那儿 我给你装上吧 小车可想 它得割好小车 我帮你装 对 我确实没看过 那怎么是香的呢 要放防虫度的药 好的 对 在你拍《一步之遥》的时候 你想过是要重拍 《颜未生 谋杀 莲姻案》吗 没有 因为那个电影没人看过 而且你也重拍不了 我其实最有兴趣的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本身是很离奇的 就是说从颜未生被枪毙以后 一直到郭德纲同志 也一直在说 这个从京剧 各种戏曲 话剧 电影 鼓舞 相声 很多 为什么呀 因为它是个离奇 明光暗间 你可以那么做 只是我想通过这个故事 想说 有些被大家已经熟知 或者就那么认识的一件事了 实际上到底是不是那样 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 说 其实陈世梅也不是那样的 其实包工也不是那样的 但是我确实觉得 把它们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安全的位置上 对寓教娱乐呀 对各种都是稳妥的 但很多事情离真相比较远 我是觉得人活一辈子 了解点真相是最有价值 就像你做口述历史 是 说我就算了解的一半 或者在了解的一半半倒了 也比拒绝了解 或者我麻痹你们了解 而挣你们兜里的钱更有价值 我在做那个口述历史之前 我就觉得我知道很多历史真相 但是当我进入其中 就开始了解更多的材料之后 我觉得 其实历史根本就没有真相 我们比的就是 谁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那就是说你的电影 做的就是口述历史 我早知道我就叫口述历史 小崔口述历史的 多少多少集 知马走日 也挺好 可能那样没人说看不懂 我们是有时候有点生气 但是就是表达不出来这个话 比如说我们想跟 我们试图跟一些导演交流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我废话 我的电影票房高 这个观众买账 观众买账就证明它是好电影 其他的用不着你跟我谈 这时候我们心里觉得挺悲凉的 我们从小觉得电影还是挺高的一件事 这个呀就像有人说看我的电影睡着了 我不是说不能睡觉 谁都有睡觉的权利 但是看这样一个动静这么大的电影 您能睡着那您得多缺觉 不是您缺觉成这样了您看什么能好 这个一般人受审两天不睡觉就崩溃了 您看一点都睡那基本上比那受审的还还痛苦 那不可能说出任何对眼前事物的好的评价 转到你的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吧 说这人是好人 为什么他是好人 他有钱 没人这么聊吧 这得多没钱的人才这么聊事 现在好多人这么聊 那不对 首先你看这么聊呢 我们知道不对 但是特风行 多风行也是不对 对吧 有时候多数不一定是对 所以这个说 如果一个人你叫他好人 并不因为他有钱 他就成好人的话 他可以叫有钱人 但他不能叫好人 那么一个电影 为什么说我挣钱就叫好电影 这这不是胡子虫吗 你只能说这叫一个挣钱的电影 这个 这个挺明白 对 这挺明白 挣钱不一定好 好不一定挣钱 就跟人一样 这其实我觉得是一年级的不好题吧 咱们一年级都搞清楚这事了 不是吗 我知道搞清楚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年级的话题现在又风行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多人搞不清楚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故意的 也不是啊 是人类其实不能进步 在退化 也没退 也没进步 就还那样 因为要否则你两千年轻书你看不懂了 对 只是你觉得你在成长 哪个人都长大了而已 基本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除非你进化了 你要没进化 只是多上点网 多穿两件衣服 多网上发泄一下 这不能让你进步 这不能让你进步 你也不能进化 那能不能理直气壮的跟他们说 姜文的下一部电影 可能看完片头你就睡着 睡得更香 可能你更看不懂 不是 要能起到安眠作用 比如说对你 你就是失眠的 我也挺愿意给你拍点电影 献给我敬爱的小崔 他哭哭哭哭睡 那得拍八个小时 我还真是在电影院里 我还真是不睡觉 您在哪能睡觉 我在汽车上 你这个电影要是真的让我睡着 那我肯定要给你好评无潮 要不咱试试 我不行 我有一办法能让你睡 我不行 戴上一个3D的眼镜 但是用过500次了 应该是用一次 一次性眼镜 用500次给你戴上 然后呢 应该是10度的光 我开到5度 10度的声音开到4度 你肯定睡着 再听听网友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 好 让我看一下 您每天上班 您是不是自己开车 要少开车 我干嘛这么关心我 我特别感谢他 我会开车 但是我现在不开车 因为我每天要吃大量的安眠药 因为我起来以后是非常晕的 你说对你的行为自己不能把握 对 不能负责自己的行为 我要对自己的车负责 也要对我车面对的那些 这个街上的事 所以我现在不开车 我坐车 好 我们来看下来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问导演您好 关于您一共指导的5部电影当中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就是说在这5部电影当中 好像有4部电影的主人公名字 都姓马 马小军 马大三 马走日 包括在《让子弹飞》里面 葛优老师饰演的马邦德 我不知道这是否有一些联系 挺好 不是姓马了 哦 这样 也是按辈分来的 没事改了 算是一种执着对吧 也不是可以改 像是可以姓崔 这个可能 你姓崔吗 这个可能可以 可以 别被是打死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 不是一个特重要的事情 如果非得说主要人物 或者辞要人物 因为他的人名 惹出了什么事 这可能他值得考虑 对 还有问题吗 哈喽 江文导演 你好 我叫Christy 我是你的影迷 关于《一部之遥》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 第一是这个电影的宣传海报 我觉得它太平庸了 没什么故事性 你是怎么想的 要拉着狗优拍这样一个 像春晚一样的一个宣传海报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舒淇的声音 我觉得舒淇的声音挺嗲挺好听的 人家在西游记里边演 唐长老的女朋友 都用自己的声音 你一个名模片 你为什么不让她嗲 而要找一个金票的配音呢 对 海报不好 像个晚会 海报啊 也不能说都不好 因为那是我朋友做的 他们做的时候也不一定告诉我 但我不能觉得我朋友这海报做的不好 我觉得应该是你选定的吧 因为它应该有很多版 也不是 说说在这种事我不是特别 我觉得都行 你比如说我出去看电影 我不所谓什么海报 你爱弄什么弄什么 我不会因为海报影响我看电影 所以您就没证实这事 那可能是 我没太重视 我只跟我们那做海报人说过 我说能不能脑袋小点 脑袋小点 这我说的 他脑袋有点大 我倒是觉得 刚后边脑袋就小了 第二个就是 刚我觉得还行 第二个就是舒淇的这个声音 舒淇的声音 要这么说我自己也挺爱听的 但是他现在呢 他是把舒淇得变成一个蜿蜒鹰嘛 蜿蜒同志一般都是从北方来的 而且实际上当时的情况 就是北方来了很多这种 就是原来的贵族吧 这些人都挺有自尊的 不愿意丢掉原来这点 似乎已经不存在了荣耀 甚至包括口音 我们跟舒淇都有这样的共识 他也愿意把声音做得 更接近完颜音一点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你应该分清个人的喜好 和角色的要求 为了这么一个声音 这个导演还用心良苦 但是观众接收起来 其实他根本不想这些复杂的事 就你给我个点声就行了 那我不能因为这样的想法 而放弃对影片的质量的追求 我知道你现在不要 我相信 你以后呢 我相信我一样 这是一个机会吧 我相信这孩子将来会明白 我为什么这么做的 登陆东方眼视频互动战略合作伙伴腾讯拍客官方网站 点击视频 争取入口参与互动 下载东方眼新闻客户端指定互动平台 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订阅东方眼 与节目互动更天 关注东方卫视及东方眼的官方微信 发送你享受的话 与崔永元互动 好 好